一有啊,西藏人就回了,可能我見了很多啊,是不是? 他們就那樣,他們講那個話大家可以相信嗎? 就是,我覺得,怎麼講呢? 當你碰到有人和你講話的時候,你有沒有真正了解他的語言? 你沒有了解他的語言,你只了解他的語言的形式,告訴你的故事 你都看不見講這個話的本身,因為他也看不見,他真是看不見 所以他才會這樣亂講 但是你碰到的時候,你也想跟文字說出來的故事,連文字本身也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你怎麼去創造那個文字,用創造的方式去講那個文字,講那個話 你自身做不到,哦,大家就回到一起了,就變成這樣 在唐朝的時候,北宗以前大概有可能,南宗以後,沒有那種真正的信仰基礎的中國人 所以這種信仰基礎一直延續到華洋人是個關鍵點,以後更糟糕了 所以一直到清朝過年,給西方打擊來的,才給中國一個強烈的自己 但是醒不過來,我不認為這種信仰基礎一直到八年剛才,大家都知道救皇族 不知道以什麼樣子人類的人去救你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如何,這個民族如何,這個個人生活如何,不是這樣子的 你碰到真正的大災難,我們一看到是人類的問題 不是你被侵略,侵略者,不是這樣子 只要只有侵略和侵略者的話,會有耶穌嗎?會有什麼甘地嗎? 使壞者?大家對這種問題是陌生的,這個不能了解 不能夠分辨他的話,你任何一個原因你都不了解 因為你不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裏 所以,假如以這個位置本身來說,是在戰彈裏邊唯一可以提供你刺激 叫你還原到人本身的,是不是? 參眾是一種,王耀明也算一種 最早就是老子,然後才到北逃的,隱世 所以我一直講教,那講了這個location,然後也沒有變 中文對這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 你找不到你的立足點,你不要走 你沒有回復到一個難典,你不要講話 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被西方文明衝擊到這種程度了 我也看到中文會醒來 我看到醒來的是習近平 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大大部的全面開放 就表示他沒有後部自由 對於一個大的國家,不是求侵略的人 可以沒有後部自由去經營大的政策 這個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 你說人不知識是不可能 那個知識大到某種程度就不是知識 是不是 換句話說,你這個人本來是活在這個文明裡 藉這個文明,我看到陳世傑,看到人 很對 只要你在這個文明裡 在這個環境裡 你看到的是 某一群人,利益 被侵略,侵略,侵略 自我生活,額逃難 只是這種狀態的時候 哪有什麼文明前途 你怎麼和這些圖片 對於全世界的數據來對抗 對抗 這個不可能 再喝一點可以嗎 今天不要講 今天不要講 謝謝